嗨 大家好 我们上回书说到 学英语可以让人的脑子变大变快变聪明 很多朋友都又可以了 可今天就不说废话 来介绍一下 科学家安利的学英语大法 一个前提 如果你学英语只是为了通过各种等级考试 那接下来的方法可能没有多大帮助了 但是 如果你要想把英语当成乘风飞行的金斗云 驾着它看遍世界 那就可以接着看完了 很多朋友一定走过的两条弯路是 背单词和学语法 大部分人使用的背单词方法是这样的 单词背完之后是一座座孤岛 你想说整句话的时候 他们并不听你的话 比如 你想说呢 灯笼起源于东汉 最初主要用于照明 但是 可能在灯笼这儿就破该了 那是因为你在背单词的时候 是这样事背的 什么 等于灯 什么 等于灯 什么 等于灯 那元宵节的花灯 是哪个呢 科学家研究发现 同样是背单词 如果额外给一张图片 那么就可以显著提高 记住新单词的速度 因为人识别图片的速度 要比读文字的速度快300毫秒左右 如果是图片和实物相比 那么直接接触实物的实验组背单词更快 总之 对用这个新单词的感官信息种类越丰富 那么你越容易记住它 除了听说读写 还要看到它 尽可能多地和它进行一些亲密接触 既然 手舞足蹈可以帮助语言学习 那么每个人的动作习惯不同 他们对于单词的理解和记忆也会不同吗 还真是这样 右撇子的人更习惯用右手表达肯定 左撇子则更习惯用左手表达肯定 科学家实验发现 如果把右撇子的右手绑起来不要用了 然后放出去自由捕